刘培仁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第59集 有些发音呢我们发的不太标准 像这个buckle buckle就是那个皮带 皮带那个扣环 就是皮带头 讲皮带头皮带扣环 一般金属做了 它念buckle 它的窍门这个音呢它是but 它虽然这个字母是u 可是它的发音是but 它是呃 它也不是呃 它是啊的音像猪音符啊 可是它带呃的音 buckle buckle 皮带头 然后这个也是同样的 像我们说那个花苞 牙 bund 像那个but 我们说但是也是but 你不要念但是你不要念什么but but but 这个是but 这是d 就是bud 轻轻的一个d 但是那个but but 然后这个 这一集都是你看 b u u 很多它就不是念u 它是念a 是这个啊 不是那个卷色的啊 预算 budget budget 然后呢 这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很多音都是 法国音过来 像这个念buffet buffet 当然有人念buffet 大家习惯念buffet 它正统的是念buffet buffet 这个t不发音 buffet 第二个音节 像那个法文呢 那个cuisine 烹饪 fiancé 未婚妻 chauffeur 司机 limousine 大理车 等等 就很多 法文的都是第二个音节 buffet 自助餐 这高级的 不是那个便当店 那个便宜的自助餐 是高级自助餐 bug 这一集大部分都是 这个啊的音 这小虫子 bug 所以你看 要是我们不会的话 我们就那个自然发音法 我们就说 啊这个 不口 这个念不口 那you嘛 而这念bud 好像那个佛教 buddha buddhism 这个buddy 就会这样念 这个buffet 差不多 然后bug 小虫 那自然发音 就会这样子 就会这样子 它没错 它是you的音 那you就念you 那就完蛋了 你看这个 全部都是念buckle budd budget buffet bug 小虫 对不对 所以英文你不能有边念边 你不能看它什么音就什么 它很不规则 非常不规则的 好 比如说我们看来意思 皮带头的buckle 它名词 noun a piece of metal 就是有一小块的那个金属 at one end 在一端 在这个 on belt 就是皮带 皮带一端 你看吧 那个皮带 你把它摊开来 一头就是那个皮带扣 皮头 皮带头 里头就是尾巴 像蛇一样 这叫舌头 蛇的头部 或strap 或是一个环 一个像拉环一样 ears to fasten 它又来去绑紧 扣紧 the two ends together 绑紧嘛 所以我们一般男生 女生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不用讲了 大家都知道 好 就是皮带头 a piece of metal at one end of the belt your strap you should fasten the two ends together 那我写一个例句 我们来看 this buckle can be released easily 这个皮带头呢 可以非常轻松的release 什么 松开 因为有的皮带呢 有的做的设计不好 或者是久了 它会卡住 有的会卡住 那有的就很轻松 有的是用扣的 有的是那个 有的是那个钉在那个 像一个钉子一样 钉进去 有的是用吸铁 方法很多 那有的时候呢 有的这么吸铁 或者哪里扣 一下弄不好 拔不下来 那有的就设计的很好 this buckle can be released easily 这个皮带扣 皮带头 皮带环 这很容易打开 but 我们看 它是名字 a small part of plant 这是一个 比较小的植物 that develops into flower leaf 它可以发展成为 花朵或者叶子 那还没有发展吗 我们就是 牙 或者花瓣 花苞 不是花瓣 花苞 牙 就这个意思 but 所以它这个英文里面 它有雏形 一个还没有发展 完整的一个雏形 它有意思 所以很多英文字呢 它本来的意思是怎么样 后来又发展 根据它的意思 本来的意思可能只讲动物 植物啊 比较 比较那个用法少一点 那后来就是把它扩大解释 所以英文常常有这个 这样的情况 at a tree beside my house was in bed yesterday 就是我家旁边的树呢 这边是一棵 如果好几棵 就那个加S in bed 发芽了 昨天发芽了 the tree beside my house was in bed yesterday 那我们再看budget 去预算 budget 名词 an estimate of an itemized of expected income and expense for a given period in the future 就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估计 预估的 通常是要调列化 item就是一项一项 项目化 条列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条列化 of expected 就是一个期望的一个收入 或者支出 我们就是编国家预算吗 支出预算吗 收入预算吗 就预估明年 中国大陆或台湾 政府呢 可能收到多少税收 可能要花多少钱 那通常当然是呢 这个花的要比赚的少嘛 但有时候碰到 碰到这个新冠肺炎 碰到什么特殊状况啊 中美贸易上一大堆 天灾人祸地震 什么东西 那就最佳预算 所以他们通常 也会留了一些 什么的预备金啊 等等 就是预算 for a given period in the future 就是对于未来 那通常是 未来一年 也就是政府嘛 都是一年编制预算 那你如果家里 家里的预算 那你就是可能 编半年几个月啊 不一定 或公司的预算等等 an estimate of an itemized of a expected income expense for a given period in the future 这叫预算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讲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 知道怎么发音 因为我们英文 要全方位的嘛 知道发音 知道它词性 知道用英文 怎么去解释它 然后用个例句 就知道它大概怎么用 但这都是举例了 只做个参考而已 举例 那当然 真的真的到外国人 社会里面要升级百战 那个千变万化 What's the annual budget of your country 你国家一年的预算 是多少 那buffet呢 自助餐 高级餐厅的自助餐 buffet 很多人念buffet 念习惯 很名词 meal at which people serve themselves from the table 就是它是一顿 meal我们在英文里面 就是正式的一顿 一顿饭 正式的 不是随便乱吃 不是小吃点什么 正式的 正餐 或者家里一样 正餐 正式的 那人们呢 帮助自己 serve themselves 帮助自己 从一个桌子上 就是自助嘛 所以叫自助餐嘛 自助嘛 帮助自己拿 拿多少算多少 所以这也是一个礼节啦 以前那个 到 到有一些国家啦 就是比较土啊 人比较土气啦 刚开始发展 这是我们自助餐 你可以拿几次吗 你可以拿一次两次 三次都可以嘛 你大为王的话 拿五次也没人管你嘛 对 那一般礼节就是 你一次拿适量 就是不要不要盖两层 就一层 而且也不要一层铺满 因为这个 因为自助餐 它已经是很贵的嘛 高级的嘛 你拿几次没有 慢慢吃 优雅一点 所以以前到一个 超级大国 是吧 结果自助餐 哇 我们台湾去的 每个人 一盘就是 拿个四五样板上面 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 也不多 慢慢吃嘛 慢慢边吃边聊 看到他们 哇 一拿 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说 为什么拿那么多 都拿一点 待会没了 我说自助餐子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找主办单位嘛 找餐厅嘛 这个是它无限量供应嘛 等等 他们没办法 他们就说 赶快先吃 不然的话没有 就把他抢啊 而且 我们一般就是 就是你去吃吗 他们不是 抢 没办法 当然另外 像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人吃到饱 包括台湾大陆都有 你吃到饱 你就吃到拿多 那不是 拿一大堆 结果结账以后 哇 桌上剩一大堆 这个 这就是 被老外看到 又看不起你了 你又说老外 在歧视我 老外就是 你吃到饱 你一次拿那么多 看什么 多难看 或者吃到饱的 你干嘛拿那么多 浪费一大堆 就瞪你一眼 或者有时候还讲话 碎碎念 表示你没碎碎 然后这时候 台湾人 大陆又说 哎 你看老外 又歧视我了 你看又看不起我了 这怎么办呢 Their wedding learner would be a buffet instead of a former one 因为他们的婚礼呢 是这个 吃自助餐 而不是一个正式的 一般正式就是 做圆桌嘛 中国的话 就是一桌 做十个嘛 是不是 那老外呢 就喜欢做 长方形的桌子 那个风俗习惯不同 所以这个 有的婚礼呢 他用自助餐 所以以前有些朋友 自助餐被骂 为什么自助餐 感觉上比较便宜啊 也没人伺候啊 有些是被骂了 最惨的 结果他扮 他扮吃素 那么很多人 扮吃婚啊 为什么要吃素 那新郎新娘说 我们吃素 那客人骂是 你们吃素 你们去吃 你们煮桌去吃素啊 或者你弄几个素菜就好 全部人跟着一起吃素 这就有人就没有 没有同理型 他觉得我结婚我最大 我吃素 大家跟着一起吃素 或者我要省钱 我就办个自助餐 万一真的吃完了 没办法 煮饭单位准备不够 来不及了 所以有些人就没办法 那bug就小虫子 Any small insect 小的虫子 This is a red bug grounding up your shoulder 那有一个小 这个小金龟子 类似金龟子 红色的小虫 爬上了你的肩膀 那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都是用本名 英文秘籍 尝试宝典 一字多译 正确发音 实用 绘画等等 大家参考 保证 百亿 无遗害 就看你有没有时间 去看 仔不仔细看 那我们把这个念一下 把发音念 转一点 buckle 皮带扣 皮带环 This buckle can be released easily This buckle can be released easily 这个发芽 小芽 小花苞 The tree beside my house was in bed yesterday The tree beside my house was in bed yesterday 预算 有支出的 有收入都有预算 预算不是说 只要花钱多少预算 你进账 准备收入多少钱 也是有一个预算 我们预计 我们这个店 一个月预计可以收 50万 我们支出大概 支出30万 我们赚20万 这个意思 What is the annual budget of your country? What is the annual budget of your country? 高级自助餐是buffet 念buffet 大家习惯了 没关系 Their wedding dinner would be a buffet in state of a former one Their wedding dinner would be a buffet in state of a former one 那小虫子呢 There is a red bug crowing up your shoulder There is a red bug crowing up your shoulder 所以可能有人觉得 奇怪 我们是不是视频 弄个两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就可以 最后一分钟 打完收工 每个字念完一遍 英文它不是速成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快 最好一分钟给我 全世界一分钟 然后都是用快转 声音也是变音快转 干嘛呢 这是那么赶时间干嘛 就是如果不想英文 或者知识 它没办法 知识没办法速成的 那你要速成 那就干脆不要学 有些东西可以快 有些东西都快不了 可是像整个文化 就快快快快 赶快一分钟 我什么都要知道 最后两分钟 什么都知道 然后最好 最好电脑 全部都告诉我 然后最好提护冠底 把我头脑打一个什么 全部都知道 这个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人 就是很糟糕 每一个都希望速成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 对了 所以这个 这也是感叹 有些东西 你就必须要花时间 那你要不要发明 一个追女孩子 我一分钟就追到 网络上弄一个软体 APP 我一分钟追到女孩子 040再配上女孩子 我装了个视频以后 我这个是任督外卖打工 这不可能嘛 所以当然你说赶时间 那赶时间 那大家一大堆 睡觉睡很久 出去玩玩很久 发呆发很久 那个时间有 但是追求知识或什么 那个我没时间 一分钟给我 那我发呆半个钟头 那我家的事情 所以这个 整个人的想法 就越来越糟糕 这期讲到这里